我1981年3月31号 晚上到了东方墨高窟 天已经很黑了 音音乐乐只能听到 九层楼的风铃声 特别神秘 激动的也是一晚上没睡觉 第二天天一亮 我们几个年轻人呢 就跑到洞窟里边去 看壁画 看塑像 真的是经验到了 东方是四大文明的交汇点 东方墨高窟现存东窟呢 有735个 壁画呢 有45000多平方米 原来说那个饮料存回贴有点困难 比较厚啊 当时绘画的时间 饮料里边的胶可能是比较多 我叫戴川 490后 在敦煌研究院从事壁画保护工作 已经十年了 我的老师樊在轩 今年已经60多岁了 一平米病害呢 可能需要一天多到两天的时间 我从事壁画修复工作呢 40多年 现在修复的面积呢 大概在猫高窟的一个大型洞窟 这样的一个壁画面积 你们那时候的条件特别艰苦吗 那些老一代的猫高窟人 他们的条件 要比我当时的条件要艰苦得多 就是从他们身上 也能学到很多 猫高窟的这种精神 他们对自己职业的热爱 我们现在的条件就好很多了 一代一代的条件好 但是这个精神 还是得到了一代一代的传承 是 当时呢 老一代猫高窟人 像李云和先生 有很多前辈们 对我们给予了很大的这种信任 和这种期望 我做了一辈子这个我 我老的看不懂了 他也看也行 好像和他无法分开一样 毕竟自己会慢慢地变老 我也希望年轻人呢 就担负起这个国家和历史的责任 奔赴摩国湖下一个千年 我也愿意把传承敦煌文化 作为我终身奋斗的事业 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 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 万物有所生 而独之守其根 中华文明天别至今 正是因为有这种根的意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